大家好 很多养兰花的朋友家里面都会养有一些鱼 那么养鱼这些鱼缸水呢 只使我们运用的好的话 给这个兰花浇灌一点 是有助于它生长的 甚至还好过给它施肥 但是我们想要用这个鱼缸水来浇灌兰花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要等到它沉淀之后 用上面的这一部分就可以了 不要用下面沉淀的 不要用缓着的 因为缓着的鱼缸水呢 它里面的有害菌可能会相对多一点 那么我们适当的给它使用一些鱼缸水呢 可以让这个兰花吸收更多各种微量元素 因为鱼缸水里面它会有各种微量元素 我们只要用对好方法就可以了 大概五天七天给它浇灌一杯 当然了如果说我们没有鱼缸水的话 也可以给它用上这种蓝菌王 因为这种蓝菌王呢 它也不是一种肥也不是一种药 它可以增加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 增加土壤中的一些兰花共生菌 让这个兰花提高抗性 让它吸收养分能力变强 所以说大家家里面有这种水的话 千万不要倒掉 倒掉的话就太浪费了 因为经常给它使用一些鱼缸水 还是对兰花比较有帮助的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